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 這集看大陸樓市相關新聞, 原來今年北京樓價按照新聞所講跌得好厲害, 這個新聞是來自華夏時報網, 他提到北京樓價斷崖式下跌, 現在是賣價最卑微的時期, 買樓的人現在一開口就跟你說減100萬先啦, 不然我不買呀。 這個報導講到, 在北京做了好多年夜的房地產中介阿沙就照例, 一邊開外賣,一邊打開B站看影片送飯。 看看影片就有一對年輕夫婦分享在北京買樓的感受, 標題有幾隻字完全講中他的心聲, 那幾隻字叫做誰買誰後悔。 而在這個時候阿沙就開始明白自己這麼多年的職業生涯, 或者是會跟著房地產行業有一個全新變化啦, 那個變化到底會變成怎樣, 是連他自己都預計不到呀。 阿沙同記者講啦, 那天之前網上有好多買樓攻略啦, 多數都是房地產中介, 或者是那些房產大V做的, 本質上就是對這些樓盤進行分析、進行推薦。 但現在不同了, 好多買樓的人親身在網上分享自己的買樓經驗啦, 還說現在不是在北京買樓的最好時機。 他剛才所講的影片, 他說觀看浪非常之高, 只是點贊數已經超過四萬啦, 即是說現在在買樓這一點上出現了一個大逆轉。 以前不停拍片跟你說買啦, 不買你就後悔啦, 現在反過來, 誰買誰後悔, 不怕死你就去買啦。 阿沙繼續講到, 有一些近幾年在北京樓市買樓的網友, 甚至會用被雷北京買樓這些字眼, 對那些仍然觀望樓市的人敲響警鐘。 而話下時報的記者翻查買樓的人他們的影片, 結果發現開始出現一個特別的標題, 就是拔草北京樓市。 這一班人他們大多數在北京樓市高點買入的, 而且現在是背著一個比較高比例的貸款。 現在由於房地產行業動盪和樓價下跌, 他們繼續持有這些房產, 還是及時出手賣了它, 就開始有猶疑啦, 因為這兩點好難抉擇, 繼續持有等於繼續供樓。 你及時出手, 如果之後轉個頭升上去那怎麼辦呢? 他們猶疑的是這一樣東西, 當然啦, 同時要供樓, 供樓的壓力對他們來說都非常之大。 其實上面所講的東西意味著什麼呢? 其實就意味著房地產現在大家都開始不看好, 甚至乎現在大部分人講到房地產都開始講一句, 房地產現在不行啦。 但是根據他這個報道所講, 說由數據上來看, 現在北京樓市成交量仍然都算樂觀, 卻北京市住建委發布的數據顯示, 今年11月份, 北京二手樓的網簽量是12,545套, 同比上升16.7%, 同10月份比, 北京二手樓成交量亦有所回升。 但是二手樓的網簽量是有滯後性的, 業內有不同的觀點, 他認為受到國慶假期的影響。 部分二手樓的網簽延後, 導致11月份的網簽數據虛高, 有機構認為, 回落仍然是大多數樓市的主要特點。 而根據大陸中子研究院的統計結果顯示, 11月份, 重點的100個城市新樓, 成交面積亦有小幅下降, 同比下降14%, 跌幅相較10月份, 有所擴大, 而北京的新樓表現亦都是這樣。 而北京的樓, 就對這位林先生來說, 現在等於是壓在他身上的一塊石頭。 早知當時就不急著買, 當時做這個買樓決定太過草率。 在2022年年中間六七月之間, 林先生用了820萬, 買了四環的一套房園, 第一套樓貸款貸了500萬, 當時買這層樓的原因就因為地段不錯, 交通方便, 看中之後出手。 那個時候北京樓市已經開始不行, 不過很多人就跟他說, 說有一個放寬證拆出來之後一定會爆升, 所以他就沒有猶豫, 決定買, 跟著辦好手續之後, 就入了小區的業主群。 現在大數據厲害, 10月份, 他按手機, 發現有同區的業主要買自己的樓, 房型跟他去年買的一樣, 報價直接低於他當時買的價錢80萬, 看到遲了一段時間買幾個月, 就已經便宜80萬, 還不頂心頂肺呀? 買幾個月就虧80萬, 原來在經歷房地產周期的不是林先生一個人, 而華夏時報的記者, 在多個置業顧問和買樓的人身上了解到, 同樣小區同樣戶型的房元成交價半年內跌了過百萬的絕非少數。 今年6月, 萬科星元成交了一套157平方米的三房單位, 成交價仍然是1328萬, 但今年的10月底, 同樣戶型的房元成交價跌至1080萬, 四個月跌了二百萬那麼多。 而這些地產中介跟華夏時報說, 現在以首樓每平方米已經跌了一到兩萬元, 現在就是這樣的情況。 後來去到9月1號, 北京發文表示, 執行首套防貸認訪不認態的政策。 這個時候突然之間, 整個北京的樓市好像打光雞血一樣。 但是這些那麼高漲的情緒可以維持得多久呢? 這個名格的地產經紀就說, 那天晚上, 他在客戶群裏面很多人都在說, 說自己終於可以走到蟹貨了, 可以解套了。 由現在的市場上來看, 想要借助認訪不認態這個新政策, 去賣了自己層樓的人是佔了大多數的。 而明格的提到, 現在北京二手樓的掛牌量已經去到17萬套, 是去了歷史新高。 而認訪不認態, 對於有改善性需求的買房者, 是賣舊樓換新樓的好跳板。 由於現在的房地產市場發生了變化, 買家就發現自己掛牌賣樓之後, 接盤的人少了, 而且成交周期變長, 如果好急著賣的話, 你唯有是減價賣, 減價這一個動作成為這些業主的必經之路。 也有很多人不急用錢, 所以就收回你的樓盤不再賣了。 現在這些買家一開口就跟你說, 減100萬先啦, 如果你肯傾的, 我們繼續傾, 你不傾的, 我們再找第二個。 明格提到, 在北京的房地產市場中, 現在買樓的人已經佔據了絕對話語權。 而華夏時報的記者, 在房產交易人員拿到一份成交明細表, 裏面寫著, 北京二手樓的成交價格是比掛牌低了100萬甚至200萬, 以北京德聖門周邊的學區樓為例, 11月份, 德聖門成交的二手樓價格多數都是比掛牌的價格低了100萬。 明格提到, 他說現在他跟客戶說, 買家的價格肯定不會去到你心理預期的, 如果你要賣, 你就趕快減價賣, 如果不是, 之後再跌, 你虧得更加之多。 之後明格又再強調, 很多買家不接受他這句話, 覺得難聽過粗口, 但是後面的樓市, 他們認為是很大概率會再下跌, 特別是那些所謂舊樓, 而且學區房的市場亦會越來越少。 上面所說的是北京方面的樓市現況, 這個情況, 對於這班業主來說, 應該可以說得上是一個惡夢來的啦。 你想下, 買家走過來跟你說第一句, 就是說, 麻煩, 減100萬先, 你不減, 我們找第二間。 原來, 記者翻查完之後, 最終成交價跟他掛牌的價格相差幾元, 有部份樓盤可以欠200萬, 可想而知現在, 在大陸, 你想要賣樓是多麼困難, 反而這個認訪不認態, 他們認為是可以幫到他, 是叫脫身, 而不是買多一層樓或者換樓, 是多麼誇張的一件事。 好了, 今集, 和大家看到這裏,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? 下邊, 扭個言咯, 我們下集再見咯, 拜拜!